刚学佛怎么越念才会越念越来劲 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越念越来劲 但是你一定刚学佛的话 你要定定一定的数目 然后在佛前发愿 希望护法隆天帮你忙 能够每一天真的完成你的目标 比如说一天你如果不是很忙的话 也不是说工作很累的话 你的生活还可以了的话 一天应该以六千声做基数 六千或三千 如果特别是你在当学生 像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 一天两万 我在支撑了一个月 不是一年 我支撑了一个月一年以上 把那两万声念下来 每一天哦 每一天两万声 念不完我绝对不睡 也蛮老实的 念不完我绝对不睡 再怎么玩 我再趁着打瞌睡我都把你玩 头顶在墙上我都把你玩 不完你觉得好丢脸 那我很少去补 我知道了 今天两万都那么难了 明天再补那么更难 我要把苦难放到明天 不不不算了 我今天可以弄完它就好 所以就变成生活 蛮有一点焦虑感的 为什么 时间到要赶快回来念 不回来念你会完蛋 你今天又要熬夜 是这样 那么还是会 要有这种决心 那你不能两万嘛 六千 不能六千 最起码三千 不能再低了 初学佛人要这样 那久修佛的人 初学都三千了 久学当然可以更多了 越多是越好 初身念 初身念跟静默念 或小身念 就叫金刚念 初身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跟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这叫金刚念 最后在心中念 心中念 心中念配合复息这样念 这些呢 你可以搭配 再来是六字还是念四字 是这样 大概时间如果短的话 三分之一的六字 三分之二的四字 时间如果长的话 是五分之一的六字 五分之四的四字 如果再长的话 可以十分之一 比如你念到两万声 你就十分之一的六字 十分之九的四字 四字多 那么六字少 但是六字做开始 听懂吗 哪怕你只念十句 那你就念三句 南模阿弥陀佛 念七句阿弥陀佛 比如这个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南模是归一的意思 就归一他的本愿 归一他的教说 归一他的国度 这要加上一个归一的意思 稍微要念一下子 是这样 这阴光大师有说过 六字还四字呢 他就提到这样 就均匀一下 分配 了解 好 好 好像 我 就 讲